以哈礁站快满11个月 我们常说战争之下没有赢家 确实如此 我们来看以色列街头 现在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游行 原因是在哈马斯的地道当中 又发现了6名以色列人质的遗体 所以现在以色列是全国上下 发起了大罢工跟示威游行 要求纳坦雅湖政府必须立刻停止斗争 而换回人质的安全 现在呢政策不明 但是呢整个罢工行动还在持续 之所以说交战双方没有赢家 是因为以色列除了跟哈马斯有冲突之外 还同时的跟黎巴嫩跟伊朗 都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状况 导致以色列人们的心情相当忐忑 看看这群孩子开学了 但是他们被迫要在防空洞里面上课 整个幼稚园的教室移到了地下室 因为一旦有空袭发生的时候 孩子们必须要立刻避难 而就怕这样的战争阴霾 会在他们小小心里留下阴影 并且伴随他们一辈子 高高的气球小丑随风摇摆 红坦旁缤纷的气球仿佛加年华 以色列各地学生在暑假结束后返回学校 在战火阴影下 新学年还开放防空洞当教室 老师打开铁门热情招呼 但家长很无奈 以色列全国大约有5.3万个避难所 可容纳130万人 防空洞还策略性地设置在住宅 公车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区域 以确保袭击期间 能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校方也希望 能为生活在紧张局势中的孩子们 保持乐观向上 在危机中期待转机 错觉中看见希望 大海新闻李玉方编译 9 Pam 这个外奖 甚至她把领养 官网友组里dit